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是一個平常的早上 八歲的伊娃在這裡打冷鎮 不想起床 她穿著她唯一的一套衣服睡覺 連一張皮都沒有 而她一向都沒有鞋子 她媽媽叫她起床 不是去上學 而是去工作 伊娃和媽媽住在布隆迪 她們全村都是做陶器衛生的 每天伊娃都要和媽媽 辛辛苦苦地去池塘邊掘泥 再搬回家做陶器 然後拿去賣 這樣才可以賺到少少錢衛生 但是伊娃只是一心想上學讀書 當我們見到其他小朋友上學的時候 我覺得很傷心 伊娃一有時間就會練習寫字 希望有一天能夠上學 現在很多人都不願意花錢買二難的陶器 賺不到錢的時候 就只能夠捱餓 我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只有躺在床上哭 伊娃的媽媽都沒有辦法 只能夠給少少暖水的女兒喝 然後叫她睡覺 伊娃睡覺的時候 夢見自己住在一間不流水的屋 她的肚子是飽的 身體不會覺得不舒服 而且可以再次上學 大了可以做好老師 伊娃聽過身邊的人說 你的夢想和天上的浮雲一樣 會飄走 但是你 願不願意幫助 像伊娃那樣貧困小朋友 走出困境追求夢想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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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